过去其实美国尽量来 并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派所谓的高阶官员 参与这个东协会议 甚至呢偶尔只会派一些什么比较低阶的官员 参加像是东南亚峰会等等 所以这一次美国的画风突然大转变 这代表什么会得分吗 我觉得会有成效 但是效果会高到美国的期望那么高 不一定 因为 变数在哪 变数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利益来判算 那他会去估算 就是说你美国应许我给我的利益 跟他在中国大陆那边的利益相加或是相减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他们第一个会做这个盘算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会考虑到就是说 如果说他今天假设从美国那边得到一些承诺 或是做了一些动作 那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大陆那边 那么发生了反作用力 那他会损失多少 那他都会去做一些盘算 还有一个部分他可能会考虑 也就是说美国的信用有多少 他会不会哪一天他有改变 因为过去美国对东盟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这已经是相当久的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中国大陆的由于他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 而且呢再加上从APEC的开始 然后一直到10加1发展到10加3 10就是东盟 东盟加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到那个日本韩国也都加进来 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彼此之间的贸易的往来一直在升高 现在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是东盟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那东盟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系就产生值的变化了 从原本的量的变化到值的变化 那也就是东盟的越来越多的国家 他们直接向中国大陆采购更多的军事上的用品 例如说泰国或是柬埔塞等等 他们越来越多的直接向中国大陆买一些 例如说不管是坦克也好 或者是一些战舰 那这样的一个贸易也一直在升高的时候 中国干脆在泰国就设为它的地面部队的一个维修站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也看到了大陆跟东盟之间 他们的关系不只是在于经济上 然后在于军事政治 甚至跟辽国就是老挝 还有柬埔塞的关系建立的越来越紧密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也发展出一种区域性的组织 就是湄公河流域 湄公河流域经过的国家中 中国大陆也跟他们在 例如说对打击毒品 打击走私人口贩运 还有湄公河的整治问题 跟湄公河流域的这些区域开发的问题 那么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 这样的一个情形使美国它发现原来东盟是它的地盘 已经开始在沦陷了 就丧失了 被中国大陆拿走了 那现在它本身 我们看到事实上最早的时候是从欧巴马时代 欧巴马时代它就转向亚洲 就所谓的重返亚太亚太在平衡战略 但是它重返亚太 大家都在问说你从来没有离开 你只是影响力一直在下降而已 那是在2009年 2009年它就在当时的民主党的欧巴马 在南海搞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也就是跟菲律宾有关的这个黄炎岛 后来还有有关于去诉诸一种伪国际仲裁法团 由日本的那个业宇的法官 日本有一个国际法官 他在下班以后 那么去组织五个人 含他在内 五个人的这种兼差式的这种仲裁 而且因为向亚法庭已经有正式说 他不代表我们 然后他只是用50万的美元 给我们租了办公室 然后这些所谓的仲裁法官 每一个人每一天拿了大概4800块欧元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赚的荷包满满的 这个是事实 已经都发生了事实 好那弄了一个违判决 违判决把我们的钓鱼 把我们的太平岛变成礁 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 闹了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可是他连带来讲 那菲律宾的中叶岛变成礁 那中叶岛是我们的 那越南的所有的岛屿也都变成礁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菲律宾不吭声 我觉得也很奇怪 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岛屿 他说南海的岛屿都变成礁 那这个很奇怪 这个像苏鹿岛是不是也变成礁 这个简直是可笑到极点 就是这些所谓的国际仲裁法官 他干的这种非仲裁的专业的事情 然后就是拿钱 然后让他退休的时候 那个过得很优渥的生活 因为菲律宾损失了三千万美元 这三千万美元 各位观众朋友 你先让开这五个人分 可以分多少钱 每个人都分得满满的 那个这一辈子吃喝不缺了 好这不管了 但是重点就在于 美国这样玩完了以后 效果不大 那所以东盟的国家 对于这个美国 他们本身 就是说你 你都是这样来了一下 然后呢 效果不大你又走了 好那现在又回来了 对 现在回来了 而且密集 你刚刚已经告诉我们 哇一波接一波 可是我们怎么来看他们这次的动作呢 这次的动作呢 很明白的 第一个 他们背弃了翁山书记了 对 因为布林肯已经直接跟缅甸的 目前的这个代理总理的外交部长 那么已经见面了嘛 那已经见面了 等于是他承认了现在缅甸的 这个政变后的政府 这个跟美国的整个精神是违背的 美国现在违背了两个原则 第一个他从来不承认政变后的政府 但是他已经违背了 第一个 因为他承认了泰国的政府 泰国也是政变以后 获得掌权的政府嘛 第二个就是缅甸 那么也是政变后获得掌权的政府 所以等于是美国为了要拉拢 这些国家来去挑拨 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把自己的国际的原则都抛弃了 所以他承认了缅甸的政变的合法性 然后等于是背叛了 背弃了翁山苏基 翁山苏基实在是人类间对倒霉的 他就这样子被抛弃了 而且是美国就大啦啦的告诉全世界 我就是抛弃他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在 但是我相信了 美国的舆论 美国的媒体 欧洲的媒体绝对不会批评美国 你放心 因为他们的媒体很懂分寸 就是说美国干的所有的坏事都不会讲 那别的国家没有干的事他都会骂 这是欧美的媒体 他们的最大的特点 这是第一个我们所注意到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个人认为他们在东盟的国家里面 他们特别看重两个国家 一个是新加坡 一个是越南 那为什么是新加坡 新加坡在舆论方面 他有领导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新加坡下功夫 因为新加坡的李选龙的态度很简单 就是他不导向美国 也不导向中国大陆 那他不要美国在他们两边选边站 可是即使如此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也还是想要影响新加坡的一点动向 因为新加坡只要他们的领导人讲话中带一点风向 例如说有点偏了以后 这个都很敏感 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延伸性的作用 也会改变新加坡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都很敏感 现在耳朵都竖得大大的 好 另外一个部分就越南 因为越南是最可以挑拨的 而且越南挑拨的成功力是最高的 因为越南本身就是一个 跟周边的国家都搞不好的一个特殊的国家 所以他跟不管跟中国大陆也好 或是跟以前的美国 或是跟他旁边的这些柬埔赛老挝 他们的关系都不是弄得很好 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的自主性很强 然后他本身的特有性也很强的情形下 我觉得美国的重点会放在越南 去挑拨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们应该是把力量会拙步的 会放在越南身上